圆絕證是屬於立根人在修的 我們來看看什麼叫圆絕證 我們先把它練一遍 為依因緣法 悟無生理 正辟之佛國者 此有二種 一者圆絕 初有佛事 並十二因緣法悟道者 二者獨覺 初無佛事 以素世善根利固 觀飛花落葉之因緣悟道者 好 我們看看 什麼是圆絕證 這個圆絕是什麼 因為他覺悟的因緣法 那麼他長自神神王當中 他看到因緣生因緣滅 這個事情出現了 沒有多久這個事情消失了 這個人來了沒有多久 這個人往生了 那麼他從整個人世的因緣的變化當中 他悟到了無生的道理 原來人生就沒有一個真實不變的東西 叫做無生 就是我空的真理 那麼這樣子他就證得了佩斯佛國 首先我們要簡單說明一下 阿羅漢國它是有四地的 它是有分國的 初國 二國 三國 四國 但是四個赤地 原絕證沒有分國 你要嘛是個凡夫 要嘛你就是原絕 它中間沒有倒赤地 它是直接跳到原絕 那麼他原絕證的果位比阿羅漢高一點 他的智慧更高了 這個到我們正果篇再說明 那麼正的原絕證是關因緣法 那麼因緣法的觀照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是原絕 它是根據佛事的時候 佛陀開導十二因緣法而誤道的 這個是佛陀的開示的道理 而誤道因緣 這是第一個 從法上的體驗 第二個從日常生活的體驗 這個人特別高 獨覺 他不必靠三寶的加持 他出生到沒有佛法注釋的地方 那術士的那種智慧的觀照力特別強 他觀照什麼呢 非發落葉的因緣而誤道 這種人應該在喜馬拉雅山還是有 這諸位你要知道 修邪升文稱的人不一定有禪定 你看很多人他的悟性高 他只要到異界定未到地定 他就正到阿羅漢國 但是他沒禪定他就沒有神通啊 很多阿羅漢沒有神通的啦 你問他什麼事他什麼都不知道 但是他也是正得無神啊 但是緣絕稱一定有神通 也一定有禪定 緣絕的人他要從日常生活悟道 他沒有禪定是做不到的 那麼這些人是怎麼悟道呢 他也沒有看佛經也沒有佛陀教化 他就是春觀百花開秋篤黃葉落 他春天開到百花開了 春暖花開秋天的時候 產生肅殺之氣百花飆落 他就知道原來生命是動態的 是沒有一個真實不變的體性的 所以就正得空性 他這樣子 他只要從日常生活的經驗 他就可以正得到空性 這種人根性特別強 而且禪定也比較深 好 那麼我們簡單的把原訣講出來 那我們看到原訣是兩個眾生 一個是原訣一個是獨訣 那我們今天介紹呢 偏重在原訣這一塊 就是秉持佛陀的十二因言的誤道的 我們從這個地方修 因為非法落葉 這個是可一不可求 不是每一個人有這個根基的 好 那麼我們來看看佛陀講十二因言 是怎麼能夠讓一個人誤道呢 我們簡單的把十二因言的整個內涵解釋一下 我們先看看這個十二因言 你往下看 那麼十二因言它牽涉到是三個生命 第一個你過去的生命 你的前神 第二個你的今生 第三個你的來生 它把生命的因言切成三塊 過去的因言 現在的因言跟未來的因言 那麼過去的因言有禍業 煩惱跟業力 叫招感今生的果報 這是一重因果 就是過去的因 招感今生的果 這是一重因果 那麼你面對這個果報的時候 你又動了一個新的煩惱 那麼煩惱也就推動你的業力 也就去招感來生的果報 這又是一重因果 就是今生的因 又招感來生的果 所以這個十二因言就構成了 三四兩重因果 三四兩重因果 就是在三個生命當中 形成了兩種的因果的輪迴 過去的因 招感今生的果 你今生的因 又招感來生的果 是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好 我們先看看我們是過去 是怎麼來的 你從什麼地方來 我們過去生有兩個因言 那我們來投胎 先看第一個無明 我們先把它練一遍 無明為過去 煩惱之總稱 體極是吃 迷暗為信 由此無明妄動 眾生輪轉世間 故為生死之本 那麼這是一切的 輪迴的根本 什麼是無明呢 就是煩惱 它的本質是疑吃 就是心中的一種迷惑暗頓 就是 因為你內心沒有智慧嘛 所以你就只好跟著感覺走嘛 那麼這個感覺的刺激啊 這產生的無明妄動 使令我們在三界流轉 故為生死的根本 在那年間啊 有一位尊者 阿羅漢尊者問佛陀 說 你老人家說 我們的本來面目是本來清淨 那怎麼是 本來清淨怎麼會搞得像 我們現在變得業障繁複呢 這怎麼回事呢 這怎麼弄的呢 佛陀說啊 就是 一念的無明妄動 這個無明妄動啊 你不要把它講得很深 偶爾大師說呢 無死的無明妄動 就是你現前的妄動 你現在還是在操作的 這個妄動我們解釋一下 六指大師 他開悟以後 他在獵人隊混了十六年 因為他因緣沒有成熟嘛 他師父說 你現在不能做到紅火 你跟眾生的因緣 的因緣還沒有成熟 十六年後 他知道差不多了 他從山上下來 再來他聽一個法師獎金 那麼這個法師在獎金的時候呢 下面有幾個聽眾在聽的時候 突然間吹了一陣風 諸位都知道獎金的法師他都有掛那個 翻或者傳 那麼風一吹的時候呢 風起翻動 兩個人就爭死了 說因為有風啊翻才動的 另外一個說不對 因為翻動所以帶動風的 兩個是到底是風動還是翻動 吵起來了 六指大師說不是風動不是翻動 是忍者心動 這個是禪中很有名的公案 那麼他就因為這句話 讓這個獎金的法師聽到了 這個人不是一般人 就請他身作 然後為他剃度 然後請他接禪中的主事 他說因為這句話接主事的 那麼不是風動不是翻動 是忍者心動 是什麼意思就是說 我們先不談談我們現在的內心世界 因為我們現在的內心世界 已經搞得亂七八糟了 我們先談談我們原來的世界 其實我們本來的相貌是平等的 是平等 叫一陣法界 但是突然間啊 我們產生一念的攀岩性 我們認為 在家裡面待著是不快樂的 就離家 法華星人說的 離家出走 我們受到 我們認為 我們突然就想一個想法說 我應該向外攀岩才對 結果這個想法起來的時候 就一念妄動 一念妄動以後啊 這個世界就產生了對立了 我向人向的對立了 本來這個世界其實沒有好壞 那樣就是那樣唄 你說這個東西咖啡比較好喝 那是你自己的 你自己想出來的 身為一個咖啡 它表現出它的假名假象假用 它是它的作用嘛 所以我們平常在用事情的時候 太多的妄動 然後就把世界分割成對立 有對立就有愛爭其捨 就會去造業了 這個人世間為什麼搞這麼複雜 就是我們心亂動 就是 本來是無一物 我們自己去惹塵 所以你要看有沒有嫩眼睛 你會知道 凡夫的生死流轉 是我們自己找的 自己找了 至少麻煩 在平等法界當中 我們自己要把它切割成 這個是我喜歡的 這個是我不喜歡的 就產生一念妄動以後 產生對立 對立以後 你就刺激你的 貪愛跟厭惡 喜歡的貪 不喜歡的就討厭 就產生了你的煩惱跟業力 所以這個是整個生死輪迴的根本 從這個地方來看 你的念頭動得越厲害的人 你就可以想像你的蛇音眼的力量是比較強 你的生死夜力比較強 要注意 這個是整個生命的一個關鍵的一個開關 就是自我意識 一種對立的思考 當然有自我意識的身體產生對立 也不能夠過程輪迴 還必須有下一個就是業力的形成 我們再看行 行是造作意 即依過去之無名煩惱 發動生與意三頁 而造成罪符 不動諸葉 名之為行之曰行 那麼當我們產生自我意識以後 我們會產生我向人向的對立 那麼就帶動的愛真取捨了 就推動的生活意 開始造很多很多的善業惡業了 那麼在這個當中 由於過去的無名煩惱而造了三頁 就有這個罪業福業跟不動諸 不動諸就是禪定 名之為行 那麼當你的自我意識跟業力結合的時候 它會產生什麼問題呢 它會產生增長業 如果只有自我意識沒有業力 它不會得果報 只有業力沒有自我意識 它也不會得果報 因為你沒有我來帶動 這個業力就被薄弱 你看阿羅漢他為什麼他的業力不能得果報 難道阿羅漢的人 他的業力都創除乾淨嗎 未必啊 未必啊 因為他的無名被破壞了 他沒有自我意識 他業力沒有一個核心的主導者 密心了不可得 那個業力不能得果報 有我罪提升嘛 王公福無比 他沒有自我意識來推動 他那個業力沒有主導者 這個業力不能得果報 但是這個利根人 他直接從文明斷掉 也就是說呢 業力不一定會構成障礙 但是如果這個業力 跟你的生命中的執著相應的時候 這個業力就變成增長業了 如果 你一天當中 有些業你是覺得非造不可的 你就要小心 因為它是你形成一種增長業 業力最怕相續 滴水長就是這個雞 那個滴水啊 成河啊 雞沙 成山啊 就是說 業力 你如果是偶偶造一次 一時都糊塗 造完以後 趕緊懺悔對字 不再造了 這個業力問題不大 你不用管它了 你懺悔以後 懺悔則親近 你懺悔則安得 你後面只要沒有造錯 這個業力 絕對不會障礙你往生啊 除非你後面又造錯 但如果這個業力 你每天在造作 你就要注意了 它是一個強大的勢力 而這個勢力 一定會在零種表現出來 所以當 當這個形影 已經形成一種強大的業力 的時候 就是開始投胎了 我們再往下看 這個是過去的業力當中 一定在整個我們的內心的大海當中 一定有一個族群的業力 是特別強大的 是我們不斷的造作的 那麼這個業力 在全身的靈命中的時候 表現出來了 那麼 如果你今生 我的很快樂 我恭喜你 你全身的善業表現出來 如果你今生很痛苦 不表示你就比別人差 你只是運氣不好 你本來 當然你有很多善業了 但是你全身的某一個作業 其實現行 如此而已 所以諸位你今生活得快樂 不表達說 我奧賴也是的善業比你強 未必喔 是你全身的善業 剛好讓它 不曉得是你怎麼回事 讓它表現出來 從為事的角度 我們內心當中有 無量無邊的善業 有無量無邊的罪業 其實都差不多了 當然你在靈命中的時候 看運氣 你要起善戀 帶動了善業 你起惡戀 帶動了惡戀 總而言之 你今生的苦樂 跟你全身靈命中的時候 那個業力的碰撞 到底誰跑出來了 哪一個業出頭了 就變成現在的你了 你可能身體健康 那表示你全身的 這種慈悲的業力 放生的業力表現出來 你可能今生福報很大 表示你過去生不失的業 其現行 就是它各式各樣的業的結合 就創造今天多元化的你 這個是過命的 過去的自我意識 跟業力的結合 在靈中的出現 那麼創造了今生的生命 我們來看看 今生的生命是怎麼形成的 它有一定的過程 我們先看第一個是 這個是 是一個明瞭最維繫的心事 我們請和長練一遍 視為初入胎式 即由過去貨業動力 食感易軸暴體 之那也是 預緣脫胎 已完成現實之生命體 那麼這個視 就是 投進入母胎 就是 我們營業的心事 靈中的時候 由於業力的推動 我們看到父母親的一種交勾的因緣 然後就動了一念的恩愛迷情 就脫胎了 那麼脫胎當然是誰脫胎呢 這是營業的阿賴以士 這個阿賴以士 叫做業勢 業力跟妄想的結合 那麼要一言脫胎 你要遇到父母的因緣 來完成現實的生命體 我們剛開始來脫胎的時候 我們沒有物質的世界 我們幾乎所有全身的物質世界 是完全 要放棄了 我們只有神是離開了 所以在現在的科學已經證明了 一個人死亡那一差 你的體重會減少一點點 用維系的測量來做 那就是你的精神神式跑掉了 但是你只要是物質的世界 完全留下來 那麼那個跑掉那個神式 它跑哪裡去了呢 它跑到你下一個生命去了 就脫胎了 因為那個阿賴以士裡面 有一群業力起線型 它產生一個主導的力量 如果是善業起線型 它往好的方向跑 可能往人天的地方跑 那麼它如果罪業起線型 它就往下墜 因為罪業的力量是比較沉重的 它往善惡道沉下去了 當然還要靠父母的陰眼 那這個地方我們解釋一下 生命的開始是叫做 這個士又叫做夜士 因為它是由業力的引導去投胎的 首先我們要知道 士不能創造 士不能創造 你看現在有很多種複製羊 都把羊複製出來 我的士管嬰兒 其實 所謂的父子羊 他是把那個精血的結合 他也是有一個神士去投胎的 所謂的士管嬰兒 他是把父親母血混在一起 他也是那個士在 他這個士跟父母親有緣 他看到這個父親母血 他自然就醒夜發現 他看到父母的交勾 他看到是父母交勾 他照樣投胎 諸位 生命不能創造 這個你要記住 生命只有延期 不能創造 我創造一個生命 不可能的事情 佛陀在經常聽點上說 佛陀會變現很多的人 這些人都是沒有生命體的 他只是表現一個動作 表現完就消失掉了 連佛陀的神通力 都沒辦法創造一個生命體出來 何況是科學呢 科學家只是創造一個環境 讓引誘這個神士來投胎 如此而言 神士不能創造 神士不能創造 這是靠無始的欣喜 所構成的一種強大業力的神士 所以來投胎 那麼這個投胎的時候 他進入到神士的時候 當然這個時候 他只是一個腹筋母血的硬塊 一個小胞胎 還沒有形成一個人的形狀 我們再看 他是怎麼成長的 再往下看 看明色 明色為胎相之完成 明是精神 色是物質 即組織有情之要素 胎相出成六處未圓 故稱明色 那麼神士投胎到這個 父親母血的硬塊 這個父親母血在母胎裡面 他會受到母親的一種養分的滋潤 慢慢慢慢的成長 從一個神士的狀態提升到明色 這個明就是一個精神的 有明瞭作用的一個精神狀態 這個色呢 就是物質的世界 就是第八四跟這個父親母血的結合 叫做明蛇 那麼這個明蛇呢 胎相出成六處未圓 他還沒有產生六根 所以他不能對外境產生感受 他不是沒有感受 他是內受不能外受 所以這個時候呢 他沒有六根啊 父母親的情緒 對這個小孩子不能構成影響 他不能跟外境接觸 他只能夠跟自己內心的世界接觸 那麼他怎麼樣去感受世界呢 在維世學上說 如果這個人是善業起現形 福報特別大 他在母胎裡面啊 這個懷胎前面幾個月啊 這個小孩子是 自己感覺到是自己站到宮殿裡面 有很多的花園 鳥影花香 這個地方曬曬太陽 享受陽光 他是自己看到自己在宮殿當中 雖然他在母胎啦 但是他善業強 如果這個人是罪業起現形的話 他在母胎裡面啊 他會 他自己會看到自己 在一個很黑暗的小房間裡面 很潮濕 下雨 刮風下雨 都不能夠去保護他 他會生長在一個很簡陋的房間裡面 這個是一個剛出生嬰兒的 他自己的內獸 因為這個時候他沒有六根 他還沒有炎的鼻舌生意 所以他不能跟外面接觸 所以他只有內獸 他完全個人的業力 在母胎當中啊 醒夜發覺 這個階段叫冥舍 冥舍 那麼 當然 他在母親當中 又會不斷的長大 再看 他長為六入 我們把他練一遍 六入為六根玩具味 一名毛髮髮毛爪齒味 位於胎中 由名色見識真廣 因此諸根具足 故名六入 那麼 六入 這個入就是六根 那六根慢慢眼睛長出來了 它有可能是產生 眼視的分別 維繫的分別 他耳朵也長出來了 他就聽到外面的聲音了 乃至於他的毛髮 爪齒 這個人的形狀都長出來了 那麼這個時候 諸根記竹 諸根當然是六根 他命為六入 那麼這個 他從一個內獸的一個名色 慢慢慢慢產生外獸 他開始感受到外在的世界 那麼這個時候感受是怎麼來的呢 他透過母親 所以這個時候的小孩叫做母子連心 母子 母親的想法 母親的情緒 影響小孩 小孩子的思想 小孩子的情緒 也影響母親 這個就是六入尾 你看 摄泥婆尊者 他在投胎的時候 他母親本來傻傻的 他母親跟他弟弟辯論的時候 每次都辯說 但是這個他媽媽開始 懷孕摄泥婆尊者的時候 不得了 他弟弟跟他辯論 他媽媽變才無外 但是他媽媽把 摄泥婆尊者射出來以後 又廢物傻傻的 所以你要懷孕的時候突然變聰明了 你就知道這個小孩不簡單了 不是你變聰明了 是那個小孩子在加持你 因為你們的神似是 兩個互相摄入 因為母子連心嘛 你們兩個心相通的 所以這個時候 你看現代的教育 他講胎教是有道理的 何無十二一頁 你經常保持很輕鬆的愉快的心情 聽一些比較輕鬆的一頁 這個小孩長大的時候 比較有自信 你經常發脾氣 躁動不安 這個小孩生出來 沒有安全感 因為你們兩個是心相通的 就是六根 因為他一開始已經有六根功能了 當然他還沒有跟外面接觸 但是他是透過母親做橋樑 在跟外面接觸 他是透過母親做橋樑 所以這個時候母子是連心的 這叫做六度 好 好 那麼到這個地方 他都還沒有正式的接觸外來的世界 只是在應釀 受到他的毅力在應釀 那麼到下一個 他開始跟外面接觸了 我們先到這個地方 休息十分鐘 我們再看 什麼時候跟外面接觸呢 我們看觸 好 看八十五院最後一段 我們把它練一遍 觸是絕觸 為認識之開始 未出胎後與近相觸 生起認識 然應未能識別境界苦樂 故名為觸 觸就是跟外面的一種 接受感觸 對外面認識的開始 那麼我們從母胎出來的時候 就開始跟外境接觸了 生起一種直覺性的認識 但是還沒有分別 好壞苦樂的功能 這個叫做不帶迷眼 你只是直覺的感受到痛苦 你就會哭 你直覺感受到快樂 你就會笑 但是你不知道為什麼 你不能對苦樂的索顏鏡產生分別 這個觸 在東西方的命理學 是很重視這個觸 就是你 從你一個母胎的硬量 到跟外面接觸 叫見光 你母胎本來是暗暗的 那一插螺 那一插螺呢 你接受到三個磁場的作用 第一個你地球的磁場 第二個太陽的磁場 第二個 夜亮的磁場 就陰陽的磁場 那麼你本身也是個 人的身體也是個磁場 三種磁場的礁 它會形成一個角度 這個時候你一出來見光的時候 形成你的出生的連夜日始 在西方叫做星座 在中國叫做指揮朵樹霸子 那麼這個時候你一旦跟 因為你接受到外面的磁場的時候 形成你的性格 你的格局的大小 你跟六親的關係 這個時候 你的人生大方向的格局定安 跑不掉了 你一出來的時候 接觸到了太陽 夜亮地球的磁場 它會形成一個角度 形成強大的磁場 那麼你一出來做見光的時候 你的整個磁場的磁場 跟它兩個感應 形成你的整個人生的命運出來 當然身為那些所謂的命理學者 他不知道原因 他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 他不知道過去的業力 他只知道這個結果就是這樣 其實這個是跟過去的業力有關係 好 那麼當我們跟外面接觸的時候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呢 再往下看 瘦 瘦為靈納 即情緒作用 位於觸對境界時 而於尾順中擁近上 生起苦樂捨之感受 感覺 明知為瘦 其實這個瘦的時間是很短 跟外境接觸的是一暢弩 馬上產生一種瘦 就是這種感受靈納 那麼產生一種 歡喜跟討厭的情緒 那麼我們對於所接觸的環境 對於違背的環境 會產生痛苦的感受 對於隨順我們心情的 產生快樂的感受 對於中擁的境界 產生不苦不樂的捨受 這種感受 這個感受是直覺作用 它也不但明眼 這個時候你心中還不能說話 還不能分別 一般小孩子 就是還沒成長的小孩子 他的瘦多 響應比較少 所以他造業力薄弱 當然現在小兒子 他從小看電視接收很多資訊 另外 現在小兒子比較早熟 正常古時候的农村小孩 他的心都是直覺的感受 沒有太多想法 這個人造業力薄弱 他造的業都不很強 你看動物為什麼造業 不能列入計算 你看老虎把一個鹿吃掉 你們認為這是什麼業 是罪業嗎 不能講罪業 它是無稽業 如果老虎吃掉鹿是罪業 那糟糕啊 這個老虎一輩子沒辦法超生 這其實惡性行犯 他過去的業變成老虎 結果這個果報 又讓他造業 這就一因多果 不合理的 老虎所做的業 只是跟著業力走 他只是在酬長過去的業力 他沒有造新業的功能 因為他的神是暗頓 猶如夢中 夢中造的業 不能德國報 其實你六道當中啊 只有人的業是最強 因為他的思考能力最強 一個眾生會到地獄去 只有一種可能 就是他在人的時候造的罪業 只有在人的時候 會創造重大的罪業 一個人會到很深層的地獄 一定是人的時候做狀況 一個人會到往生到淨土去 也一定是到做人的時候修來的 沒有其他情況 沒有例外 很少有例外 有些動物 它往生了 特例 他的心是特別靈巧 這種特例 我們在生命當中 只要牽涉到重大的善業 重大的罪業 一定是在你在人的時候做的 其他的五道 就是要嘛神是暗頓 要嘛心是散亂 諸天心是散亂 造的業都非常薄弱 你只是在管債而已 所以 當這個瘦產生的時候 其實他沒有什麼造業能力 因為他直覺 他想吃什麼 他也沒辦法跟你溝通 他就哭唄 他不高興他就哭 他歡喜就是笑 所以這個時候他沒有造業能力的 好 那麼什麼時候開始有造業能力呢 所以他養成了思想 我們看愛 這個人的性格開始升起了 他已經有造業的功能了 我們看第二個 愛 下一個愛 愛 愛 以染濁為意 由受而來 其於相敘之三有自體 所取之三有境界 於樂愛和 於苦愛離 名愛 那麼當然愛這個愛 其實也包括恨 它跟喜歡的境界叫愛 跟不喜歡的境界的喜歡 別離就是恨 其實就是一種響應 其實從感受 他們提升到一種想法 那麼想法 當然他就會染著 染著什麼呢 當然是感受給他的信息 我們的感受有六根門 我們跟外界有六根門頭 你可能從眼睛這個門進來 你看到一個影像 這個影像 它pass到你的心中 給你去打妄想 你聽到一個音聲 從耳根這個門進來的 有一個影像 它也pass到你心中 形成你的妄想 所以你有六個門都打開的 它不斷地接觸很多的信息 但是有些信息你是不在乎的 過了就算了 但是有些信息你是很在乎的 但是有些信息你是很在乎的 因為跟你是似曾相識 你很熟悉的 這個叫主演 就是你過去生 你特別喜歡這種影像 不管是來自於眼根給你的影像 或是耳根給你的影像 等等 那麼這個影像 它經過思想的時候 它會有兩個過程 第一個起向 第二個分別 感受是沒有像狀的 各位沒有像狀 感受就是得到一個 一個刺激 它可能會快樂 可能會痛苦 但是心中沒有影像 你會打妄想 人者心中必有一物 一定有一個影像 你把它抓出來 一定有一個像狀在裡面 你才可能打妄想 沒有像狀你打不了妄想 一定有個像狀 這個像狀可能是 眼根給你的 你看到一個東西 這個像狀也可能是耳根給你的 當然也可能你自己想像出來 你回憶過去 你會找一個影像出來 也可能 你回憶過去 或者你規劃未來 你打未來的妄想 也可能 總之 你會打妄想 你心中一定有一個像狀 你一定取向 第二個 你開始對這個像狀 安利民言 你開始說話了 如果你喜歡它 你會安利好的民言 這個東西不錯喔 這個豆漿很甜美喔 你開始安利好的民言 其實豆漿就是豆漿 你自己給它畫上彩色的 你自己給它 你自己把它安利民言的 所以豆漿在你生命當中 就扮演一個 你喜歡的角色 你討厭一個東西 你討厭一個人 你安利一個民言 這個人以後就扮演一個 你討厭的角色 其實角色都是你自己說出來的 我們承受的業力 只是一個東西獻出來 但是真正的好壞 是你自己 這個世界 是你自己把它畫出來 你的民言思考 你如果說這個人是照你的道 你說這個人是你的淵家 你這樣想 他果然變成淵家 信不信 你認為這個人是你的 真上眼 是你的善知識 他果然變善知識 我們這塊 我們下一堂課的維世學會詳細的說明 其實這個世界 是一個明言安逸的世界 是一個妄想的世界 其實外在的世界 對我們影響是短暫的 不要再認為你業障太重 是妄想太重 其實外境給你的世界是短暫的 你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你自己在短暫的 大部分的時間 外境只給你第一個信息而已 接下來就是你自己怎麼想的 你怎麼想的 這個世界就開始變化了 所以 感受叫做為事所限 從為事的角度 他只是 他只是很誠實的把業力獻出來 你過去有善業 他表現你如意的境界 你過去有這一道不痛苦的境界 就如此而已 到了愛 叫做為事所變 從為事所限開始變了 風雲變色了 你開始把它加上彩色了 這個東西我喜歡 這東西我不喜歡 那麼加強一種對立的世界更明顯 到了其更厲害 為事所住 住在上面了 人生無解了 從此以後無解了 而且你的生命 跑不掉了 你男生定局了 只要這個取 你不改造 大概你男生要取哪裏 今生已經定局了 如果你不改變你的想法跟執著 你大概跑不掉了 修福報 是不能大方向改變生命的 諸位女 我們知道 如果你要做人 你不一定改變你的思想 你就照你今生的標準 你不要說往生進途 你要到天上去都不簡單 都要改造思想 天是要有德橫的 你要有慈悲喜捨 有廣大的胸量 才可以做天的 那淨土更是 那你要跟彌陀 心理佛和心理道 你要順從本願 你要啪啪的心 所以到了佛教裡面 只要比較高的水平 那就講到心理素質了 不是講業力的問題而已 所以我們 從前面的業力的顯現 為事所限 到為事所變 到為事所住 這個三個是關鍵 人生的轉換在這三個 前面的果報 是過去的 我們都不談過去了 你的身體 你比較福報 那是你的過去 我們佛教是正未來 當然我也隨其讚嘆你的過去 你有一個美好的過去 但是你不一定有一個美好的未來 過去不等於未來 所以 當是一個感受的時候 你感受的快樂痛苦 這個不能怪你 要怪 也就怪過去的人 前身的你 你對哪一個人的感 你對某件事特別感受 你一定有業力 你覺得這句話你聽得很刺耳 你前身一定有毀謗別人的業力 一定有的 每一件事情的出身都有道理的 如果你深通佛教的延期 沒有一件事情是莫名其妙出神的 絕不可能 不可能 如果你沒有業力 這個東西他聽到以後 你會等著沒有聽到一樣 你都沒有感覺 因為他沒有業力 沒有假達業力 這句話對你來說 不管他罵你也好 讚嘆你也好 你會一點感覺都沒有 一點都沒有感覺 只要會刺激你的感受的 一定有業力 一定有業力 事出必有應 但是這一塊 我建議你放下 不要跟過去的業力抗拒 我一再強調 站在任命的角度 來改造秘密 你跟過去抗拒 你叫做浪費時間 浪費時間 好好的注意你的未來 所以我們在瘦的階段 這叫任命 但是到了愛的時候 你要注意了 你的想像是很重要 所有經典的學習 就是改造你的思考模式 我們盡量養成一種 不式的思考模式 我們有東西 盡量試著跟人家分享 養成一種瘦界的思考模式 這個思考模式 到了六波羅蜜 我們會詳細說明 為什麼菩薩要立試練習 因為改造你的想像力 其實 布施的本身 重點不再幫助別人 叫做立試練習 你必須透過布施的這個行為 你才會產生一種 廣大的凶量 這是佛徒的大師會 安排出來的善巧 所以改造你的思想是很重要 因為這個是開始關鍵了 當然進度中的思想就是 兩大思想 第一個 燕尼索伯 第二個 新求極樂 這是要你要建立的思想 你要想辦法 對索伯世界 產生燕尼 不管你用什麼方法 第二個 你要想辦法 了解極樂世界 很多人對極樂世界是陌生的 這對你非常不利 我們不可能對一個陌生的東西 產生耗耀 不可能 你沒有去過澳洲 你很喜歡澳洲 不合理啊 人淫欲淫 別人怎麼說 你就怎麼去想 你沒辦法建立一個堅定的思考 你一定要透過學習 你要說服你自己 一定要文師 所以這個想像力 已經開始在引導你的未來了 注意到這個想要注意了 他已經牽動未來了 牽動未來了 他不是在受果報而已 他這個想 當然 他受到業力的刺激 我們不能否定外在環境受我們的影響 所以你看菩薩界裡面 警告菩薩 因為特別是屬於那種 深深深深深深在行菩薩道的 不到進度去的 警告菩薩 他說你最好不要墮落到非常貧窮的地方去 盡量不要 你要修菩士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生長的過程太過貧窮 你很難關心別人 這個是有關係的 你今生的痛苦太多 委屈太重 要你發慈悲心幫助別人 真的有困難 因為你的心中充滿了埋怨 所以菩薩不能墮落到貧窮的地方 你看八大仁德經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菩薩要廣世布施 因為你這個環境 適當的痛苦 會引生你的處理心 但是過度的痛苦 會養成一種偏僅的性格 所以我們也不能否定感受會影響思想 這個也是有了 但是大部分就是透過教育 我們的思想有三種情況 第一個 繼承過去 你過去喜歡布施 你今生還喜歡布施 第二個 環境的信息 你從小成長的過程 也會影響你的思想 第三個 你所接受的教育 你佛法的教育 你接受小聖的思想 你的就是喜歡處理心 不喜歡跟你交往來 你接受大聖的思想 你會站在大背心菩提心的角度 那麼更廣絕善影 你所接受的教育有關係 那麼總而言之 這個思想已經在影響我們的來生 諸位啊 你遇到事情 你是怎麼想的 很重要 這個叫做總性 其實你的性格已經影響總性了 這個思想已經不是國報了 它已經是一個因地了 那麼思想的時間長了 會有什麼後果呢 我們看下一個 取 取是持取追求 由愛而來 極由種種之之取 於是三葉細心 而集成未來生心之苦 因名為取 到思想的時候 人還沒有定型啊 但是他從思想 長時間的思想 碩碩性行 深深耗耀啊 他自己會產生一個 法質跟我質 他會認為 這個就是我的性格了 我就是這樣子了 好 你的人生定局了 你的未來也定局了 為什麼我們修行一定要不斷地意念真如 一定要安住空性 思維我們本來親近 要經常把生命歸零 就是要把這種 你形成的一種定型的性格 把它洗掉 你本來是沒有性格的 只是你忘掉而已 諸文你還記得嗎 你本來不是 你本來不是這個樣子的 從大政的角度 我們要不斷地提醒自己 思想是可以改變的 因為你本來親近 你不就是 你不就是離家出走太久了 跟乞丐在一起 搞久了搞成這種這副德性 其實你是可以做得更好 你是一個大父長長的兒子 你可以成佛的 你可以發菩提心啊 你要有遠大的志向 所以這個棋 會讓一個人定型 這個棋就是什麼 我們看一下 棋就是開始追求了 一定要得到了 它由不斷地思想而來的 那麼這種直取呢 就會造成一種堅定的 這個強烈的 身口意的繁心 就會產生 你會很習慣的 去對某一件事情啊 產生瘦瘦現形 深深耗耀 那麼集成一種 未來身心的痛苦 便會去 不是每一種業力都會得果報 不是你今生所做的業力 都會影響你的命中 不是的 但是有一種業是會影響你的命中的 就是你不斷地造作 而且你是用歡喜心造作 你每次造這個業的時候 都非常歡喜 誰欠你都不聽了 你的心就像石頭一樣堅固 這個就是 已經落入取了 這個只有大乘的空間有辦法救你 因為你根本不想改變 我的高興就是這麼回事 怎麼改呢 所以這個取 就是這個時候 你的生命就已經開始在 你的來生的圖畫 已經畫出來了 當然 可以改變 這個改變的部分 我們待會會說明 那麼有二乘的方法 跟大乘的方法 那麼經過你的這種愛取 一種思想跟執著的結合 到最後變成一個結果 叫做有 什麼叫有呢 就是一個強大的業力 我們看看 有是存在之意 為由愛取 為由愛取之不已 為由愛取之不已 發為眾我 莫無無之行 莫無之行 異物 異物 異物之行 而構成潛在業力 趕後有報 為明有 有 就是存在 存在什麼呢 存在一種強大的生死業力 可能是善業 也可能是罪業 那是怎麼來呢 由於愛取啊 的這種 碩碩的造作 就產生一種 放縱自我意識 去推動 去追求的一種行為 那麼構成一種潛在的生死業力 那麼它一定 會召感來生的果報 明是未有 到有的時候就沒救了 尤其是臨終的時候這個有 我們解釋一下 這個業力有兩個 業力是怎麼來的 是愛取而來的 你沒有愛取 不能造業 這個事情是 別人拿刀子架 你去幹什麼 你不做我就把你殺了 他所做的事情 不是發自於自己的愛取 不是發自於自己的性感情願 這個業不能成立了 不能成立了 不增長業 他被強迫的 所有的業 一定要你主動的去追求的 這個業才算 那麼這個愛取造的業 有兩種情況 第一個 也平常 你平常喜歡做什麼 你就去做什麼 這個叫做發業 發動業力 第二個 你臨終 你臨終的時候取了一個愛取 叫做潤身 一個是發業 發業的愛取 一個叫潤身 他們 因為臨終你不可能造業 因為你躺到床上怎麼造業 但是他會質問你的業力去得果報 質論 他扮演了一種滋潤的角色 他觸動 本來你造了很多善業的 你臨終度狼發脾氣了 糟糕了 你觸動你過去的罪業 你本來造很多罪業的 你臨終起了往生的善念 觸動了往生的善業 你運氣好 當然也不是運氣好 你一定有修行 否則你很難反轉 所以說這個油 它可能是一個平常的業力的累積 也可能是臨終的觸動 這兩個都有 當然從這個地方來看 它偏重在臨終這一塊 因為它馬上要得果報了 所以這個油 偏重一就是說 它本來是一種你 內心深處的業 但這個業不能叫油 大家還沒有成熟 但是你臨終的時候 突然起一個戀斗 去碰觸到它 你臨終的愛曲 去碰觸到你阿賴也是當中的 某一群業力 讓這個業力表現出來了 這個叫做有 臨終的時候 透過你的戀斗的刺激 所浮現出來的業力 這個叫做有 那麼它即將得果報了 這個人在裡面 即將得果報了 我們看他後來會怎麼樣 所以到這個時候 晉升結束了 那麼我們看他來一生 怎麼回事 我們再往下看 生是未來受生 即由能生身心之潛在業力 而於六趣即四生中受生 完成未來之新生命 那麼由前面的愛曲呢 去刺激到業力 創造了一個強大的臨終的業力 叫做有 那麼這個有 一旦形成的時候 如果你把業力刺激起來 你就很難往生了 祝你也都沒有用 往生的人不能讓這個有出現 你只能夠刺激淨土的業力 你不可能把三界的業力刺激起來 再把它調伏它 你沒這個本事了 你沒這個本事了 除非法身菩薩 往生是不能把有刺激起來 你不能觸動十二一眼 你才可能往生 你觸動的生死業力 你一定不是他的對手 不要高估了自己的煉佛的力量 諸偉 我講實在話 你煉佛的時間 相對你過去造業的時間 是不成比例的 我們心中很多地雷 最好的方式是閃過地雷 你不能說 我把地雷碰住起來 我再戴那個防毒面具 沒辦法啦 你幹嘛把它觸動 觸動起來 你根本跑不掉了啦 不能觸動生死業力 臨終的時候 這個我們到時候會有方法 所以這個有是關鍵 往生的人 在十二眼裡面 不能經過有這個階段 不能經過有 他沒有經過死亡 這個就是功夫了 你怎麼閃過有 是你成敗的關鍵 你必須在沒有觸動生死業力之前 把阿彌陀佛感應出來 只有這個原則而已 世人臨命忠實 阿彌陀佛現在提前 這個時候不能觸動有 觸動有 觸動有你就沒辦法了 你就跑掉了 那麼怎麼沒有觸動有 我們待會再解釋 我們先講生 那麼你一旦有有 你大概就跑不掉了 誰救你都沒有用 因為你自己陷入了 你自己所過程的一種 妄想執著當中 佛都救不了你了 一個人要跳火坑 是誰都拉不住你了 那麼只好怎麼辦呢 只好去投胎了 那麼這個時候呢 就有這個過去的業力 這個業力當然是經過愛 它滯入過了強大的業力 在六道當中 如果你刺激的是善業 往上處跑 你刺激的是罪業 往二道跑 那麼完成新生命的開始 命之為生 這是受生 受生的結果是什麼呢 只有一個結果 就是面臨死亡 我們再往下看 老死為身心演變之必然結果 未來之事既然受生 則必有老病死 優悲苦惱等 而與之俱來 那麼一個人既然受生 他最後當然就是 不管他活得快樂 不管他活得痛苦 他一定要面臨死亡 那麼死亡呢 他當然就是產生的優悲苦惱 就是一個這樣的情況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 過去生我們生生世世 所經歷的階段 那麼我們不斷的輪迴當中 不斷的歷史重演 從過去的業力 刺激著今生的妄想執著 從今生妄想執著 又帶動下一個業力 下去德國報 直到有一天 我們遇到了佛法 偉大的佛頭出世了 告訴我們人生的真相 我們開始做出改變 這個十二年的改變 有兩個關鍵 是小乘的學者 他從無名下手 無我官 尤其是嚴決稱的人 他立根人 他直接從 無名滅則行滅 行滅則失滅 來自於生腦病失滅 他先破無名 這個呢一定要有禪定 而且他的無常無我的智慧 特別高深 有帶一點處理性 但是這個快就不簡單了 你跟挑戰自我意識啊 那就不是一生一世了 立根人世生 世生是你生生世世都不能退轉 你不能結婚 一結婚這就重新來過了 世生都是修凡恨 然後相续用功 智慧高超 世生把自我意識破掉 立根人世生成奧羅漢國 頓根的人六十小節 那是很長的時間了 好